你好 欢迎收看1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年节前夕花莲县长徐真卫 19号上午在农发处长陈淑文的陪同下 视察花莲市果菜市场 关心农历年节的蔬果供应情况 并请花莲县蔬菜运销合作社 确实掌握果菜批发市场的供销 要确保充分可以提供民众年节的需求 年节前夕花莲县长徐真卫 19号上午在县府农发处长陈淑文 以及新闻处长吴框的肥龙之下 视察花莲市果菜市场 关心农历春节蔬果供应情况 并请花莲县蔬果运销合作社 确实掌握果菜批发市场的供销 以确保充分供应民众年节的需求 今天整个气候天气都还不错 还蛮平稳的 所以整个蔬菜量是比较多的 那在本地我们自己本身的蔬菜 大概到110公顿 一天110公顿 那如果本地有了 大概我们对于西部的过来的菜量 就会少一点 所以在果菜批发市场里面 他们做了一个很好的 这个蔬菜的调节 如果花莲没有种的品相 大部分就从西部来调节进来 也让这个整个新春期间 让它整个蔬菜的量都能够有充足 那我们的水果也都有 那所以平均来说我们一天的蔬菜加水果的部分 大概到375公顿 一天的交易量 那因为普遍今年的这个通货膨胀 今年的物价都调涨 那我们今年的菜价也稍微的调涨一些 那但是呢 整个供货量是非常非常平稳的 所以在新春期间 到明天是最后一天在市场的交易了 所以明天应该有很多的消费者 无论是返家过年 或者是家庭主妇 或者一般 大概会在明天都来准备过年期间 五天的蔬菜 那我想在这个果菜批发市场里面 它也会准备充足的蔬菜量 给大家来准备来过年 那当然在今年111年 花莲县我们的蔬果市场的 这个全年的交易量 已经到了3亿1044万 这是破例年来最高的 那这个也对于我们整个 果菜批发市场里面 除了我们的这个硬体设施设备的改善 我们灯光油漆还有我们招牌 那另外对于我们 对于食品安全的部分 那果菜批发市场和县政府 以及我们农委会也都合作 让我们在最快速的方式来 这个检验我们果菜的农药 这个农药的存量 所以都是非常非常安全 所以请我们所有消费者 来到花莲的乡亲 都可以安心使用 安心采购 至于食安把关的问题 菜市场表示 有鉴于春节蔬果需求量大增 为了保障消费者隐形的安全 花莲县蔬果运销合作时 已经加强执行农药残留的检验 透过生化法快筛 以及让办法抽验各产销生鲜蔬果 春节前检验件数 从每个月3000多件 预估增加到7000多件以上 严格把关与确保乡亲过年期间 吃得安心吃得健康 记得节奏 欢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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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